台南又有便当之乱 盐水区岸内李明在昨天前往区公所抗议 由于日前凯米台风来袭 明明登记1300个便当 但是只来了300个 直到如今他们还是很生气 区长表示 由于台风当天大淹水各地是暴来灾情 物资一时间筹措不足 只能够给300个便当 里长却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说法 上前怒批是说谎 场面很混乱 岸内李明包围盐水区公所大门 抗议二十六号凯米台风来袭 申请一千三百个便当 却只送了三百个 区长在远警的介護下出面解释 二十六号凌晨三点多开始淹水 各里暴来灾情都相当严重 一时间援助物资真的捉襟见肘 区长对此相当无奈也有李明出面缓夹 区长表示救灾不足之处会虚心检讨 但公所人员的努力和付出 真的不能抹杀 记者杨文华谈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单位